大家好,我是Maya 欢迎收看Maya的手作时光 前些时候我在收拾我的工作室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吸管 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利用吸管 来制作一只蜻蜓 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一张2寸宽8寸长的描图纸 一张1寸宽10寸长的材质 一只吸管 还有一对会动的眼睛 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就是一些干胶 一个打孔器 一把剪刀 还有一只铅笔 首先我们将材质条的一端往上折个一寸 根据这一寸的折 我们开始制作一个6折的风擎折 在折好的风擎折的正中央 用打孔器打一个洞 然后将吸管插入所有的洞口里 将风擎折稍微折开 做成蜻蜓的身体 然后将另外一端没有折的部分 往后弯贴在我们第一个折痕上面 这样头部的形态就做好了 将眼睛贴在蜻蜓的头部 接下来将描图纸对折一半 然后从折痕的地方开始画两只不同大小的翅膀 风擎折捡出 将画好的翅膀捡出来 将翅膀打开 然后在折痕的地方放上一些胶水 之后再将我们的翅膀贴在头部以下第一个小分段上 我们的蜻蜓就做好了 今天的手工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记得下次喝饮料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洗碗留下来 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下期再见 拜拜